标题,复刻恐惧,异形,罗穆鲁斯带我们重返1979年经典惊悚之旅。 异形,Alien,在合理活经历片世界里,有其独一无二之地位, 它们的属性颇像吸血僵尸,及其多元化, 故此数十年以来,几乎任何故事的形式,均可放于异形的故事里。 例如1979年的第一集Alien,导演Ridley Scott, 将片子拍摄成一部纯粹太空经历片, 异形仿佛是个神出鬼没的吸血鬼, 偷偷地躲在暗角责人而逝, 导演更巧妙地将吸血僵尸吸人紧穴的功能, 改写成异形会流出类似硫酸的致命血液。 而到了1986年的异形第二集Alien, 却由大导演James Cameron所指导, 充满了未来战士,The Terminator,之火爆色彩, 动作场面形同现在的战斗Wargame线上游戏, 即至1992年的第三集Alien,立方, 却由另一位知名导演David Fincher所指导, 该片应该为他第一部指导的电影长片, 赋予电影一股暗黑风格, 更带着浓郁的宗教色彩, 可惜当时未为一般观众所接受。 而1997年的第四集Alien Resurrection, 则改由法国导演Jean-Pierre Gennet操刀, 影响所及,全套片子竟抹上一层灵患味道, 女主角更变成了拥有超能力的银河女因子。 当然更重要的是2012年的Prometheus, Ridley Scott亲自操刀, 再次揭拍这个自己一手创下来的传奇, 讲述异形的前世今生, 故事创作带上创世神话色彩, 同时揭开了异形的来源, 以及谁是人类祖宗之谜。 2017年的Alien, Covenant也是由Ridley Scott所指导, 继续讲述Prometheus的作神故事, 人造人大为处心几率, 尽力将自己推向神魔合体之境界。 正因为前面六集已经将故事推得太近, 至此形势上便有无以为继的感觉, 幸好这套2024年的Alien, Romulus之导演, 决定反扑归真, 还原基本部, 重回第一集纯粹精力片之路线, 更将电影的演员年轻化, 例如女主角Kelly Spaney只是个26岁的小妮子, 跟一众年轻同伴, 跑上第一集那艘破烂的驾商业星际运在建船诺史莫号, 面对初代版的异形怪兽。 而今次的导演是曾指导过近视杀戮, Don't Breathe, The Feet Alvarez, 他亲力带观众走进了一个停止呼吸, 其实是即停止移动以及维持体温来逃避异异型的追杀, 的禁地里, 特别是他在气氛节奏掌握, 与集场景不至两方面, 完全复刻了1979年版本, 那种带有经典科幻片 2001太空漫游的粗广高科技风格的布局, 积达至神还原的地步。 经历了数十年, 如今重温当时1979年的第一集的故事设定, 观众或许会产生这么远, 那么近的感觉, 只因匆匆46年过去了, 直到如今, 人类还未能飞越月球, 到达火星里去, 恐怕再等上三、四十年, 地球仍然未能够冲出太阳系, 更遑论如电影的情节那样, 在冷冻舱内长期冬眠, 以光速飞达数十光年以外的宇宙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另一方面, 相信很多读者观众亦会同意, 于短短两年之间, 地球突然宣布, AI之世代终于真正地来临, 只因人工智能之运算速度, 正以千百万倍的几何集数速度, 火速上升, 只怕在少于十的时间里, 电影中人工智能主宰一切之境地会真正地利临, 而日渐退化的人类也变成了二等生物, 任由宰割。 但讽刺的是, 即使是最近的两、 三集异形电影, 戏中仍然讲述所有远航的太空船, 均由人类驾驶及指挥, 但每每正由于人类自私愚蠢的举动,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之时, 手忙脚乱, 互相残杀, 轻易便给异形所覆灭。 故此若在真实的情况下, 因游戏中那些超级人造人来主持大局, 会来得更为安全稳妥, 而且他们亦不怕异形, 哥尔俩能够在太空船上和平相处, 让乘客安全地到达终点。 最后, 笔者特别激赏, 导演塑造出那一场真空三血飘舞的场面, 奇幻规例中暗藏无限杀鸡, 为笔者近年少见的精彩场面, 足见导演构思之家庙。 多谢各位读者或者观众, 收听或者收看Lammovieblog的影评。 最后,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 请在YouTube上订阅, 点赞, 给予正评。 谢谢。